2001年9月11日 美國本土發生自殺式恐怖襲擊事件 一個多月後 市任總統布殊簽署愛國者法案 旨在打擊本土恐怖主義 美國警察及情報部門有權監聽 搜集電話、電郵、醫療、財務等 任何與恐怖活動有關的記錄 有權拘留、驅逐、懷疑與恐怖主義有關的外籍人士 今天我們要用一個重要步驟 在抗爭論,在抗爭論中 在抗爭論中,在抗爭論中 在抗爭論中,在抗爭論中 在抗爭論中,這個法案 將會給予知識和法律公司 更重要的新工具 去抗爭論中的危機 隨後,總統布殊 右授權國家安全局 秘密執行一項 無授權恐怖分子監聽項目 該計劃在無需法庭首領的情況下 涉聽美國公民的國際電話 以及境外人士的通話 與該項目同時進行的 是大規模數據挖掘活動 這次行動細節 直到2005年 紐約時報曝光後 布殊政府先肯承認